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我们这次拜访的这间 我刚说了可爱动物园影法住宅 那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入口非常的隐秘 我们在Google Map上面确认了很久 然后才确认说 它确实是这间影法住宅的入口 那进去之后呢 其实里面感觉也是稍微的比较凌软 真的非常有家的感觉 进去之后呢 我们看到墙面上有非常多小动物的照片 于是我们就询问执行长说 为什么这边养了这么多的小动物 那执行长就说 其实之前呢 有一个员工 然后他有天就是带了一只狗来上班 结果呢 就看到本来在旁边就是一些 默默不是很开心的老人 当他们看到这只小狗的时候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而且有活力 也因此呢 他们的这个影法住宅就开始 慢慢扬起了非常多的小动物 包括可能有小兔子啊 天竹鼠 甚至有鸡 我觉得这厉害呢 莫过于这里面有一只鹦鹉 这只鹦鹉呢 基本上跟人类一样都可以非常自由的进出物 和不同的空间 它甚至呢 会自己去开门哦 这只影法住宅位在社区里 是由旧的建筑改建 因此动向不像其他间这么宽阔 入口甚至有点小 但却格外的温馨 执行长邀请我们来到露天阳台 从这边可以俯瞰到整个花园和建筑 ABC三栋建筑呈现摸字形包围在四周 C栋主要是公共空间 还有一些市值长者的居住空间 AB洞则是一般住所 总共60位住户 在安养中心旁 幼稚园跟小学的小朋友 及附近社区邻居 时不时会来探望这些长辈 各个节日也会来这边一起度过 专时安排活动的工作人员 还会依据长者们的需求 开发各种活动 在这次所有拜访的影法居住空间 最惊艳的是这位近百岁老奶奶的家 比家更像家的房间 每一个家序都充满故事 每一个白事都是会议 十五平一房一听一味的空间 即便是六个人在里面走来走去 也不显得拥挤 老奶奶指着墙上的十字秀画 高兴的说这是我最近的作品 我们无不睁大眼睛 只会不可思议 因为那工的戏剧程度 眼力跟心力 可能连一般的年轻人都会觉得吃力 何况是近百岁的长者 只能说他们的身体健康 真的保持得不错 听说呢想住进来的长者 目前排队至少要等六到十二个月 那但是这个影法居住者 他有一个政策 也就是鼓励附近的邻居 可以多来这边 那你只要越常来的话 就有机会越排在前面 因为一方面呢 可以让这些未来的住户 他们可以先来熟悉这个环境 那二来呢 也可以藉由常常来这边 然后去熟悉环境 然后多多陪伴这些长者 这真的是一举两个的好方法 那这跟台湾的文化上面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在台湾大部分的长者 被送到安养中心 80%都是没有选择的权利 那在丹麦的话 长者一定会在家里中老 即便他们有一些就是紧急的医疗状态 必须被送到医院去 但最后呢 还是会回到这个 英法住在这边去中老 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呢 这里是家 不论是医院或者是英法住在这边 都会希望陪伴他们 他们很有尊严的走完人生的最后一个旅程 那透过这一次丹麦的参访之旅之后呢 我们综合下来的结果就是 其实在追逐这些就是硬体设备竞争力之旅呢 在软体服务上面它才是最重要的核心 那像台湾就是位于亚洲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 那再加上我们有非常好的高CP值的医疗水平 加上我们有很多的台商啊 还有外国人其实都很想要来台湾 就是退休跟养老 所以呢 其实在台湾是非常适合呢 去好好的发展这个用爱发电的产业 这样呢 我们才真正的有机会可以把人情味变现 然后让台湾发大财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ar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